一花以世界,一夜已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古语曰,水满则易,月满则缺 水一旦装得太满,则会溢出 月满一旦圆了,则是越缺 左人也是如此 说话有耻,果则伤人 做事有度,满则伤计 凡是留一个缺口,方是明智的人生态度 一,不把话说尽 道德经有缘,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正所谓智慧的人不多说,多说的人没有真知灼见 说话流于底,既顾全了别人的颜面 也体现了自己的修养 作家甘北曾讲过高中同学小孟的一段故事 小孟的爸爸在银行里做保安 每次有人问及他爸爸的职业是 出于青春期的敏感和自卑心理 他就一直对外谎称 爸爸是银行柜台的职员 偶尔还会刻意提醒大家 我爸爸在银行上班 有需要换零钱的,我可以帮忙 其实大家都知道他爸爸是保安 只是彼此心照不宣,没有拆穿 记得有一次大家一起去吃麻辣烫 在路上大家嘻嘻哈哈地说着笑着,很热闹 这个时候小孟凑巧看到他爸爸穿着保安服 从远处走来 此时,他羞愧地照红了脸 并且满脸窘迫地愣在原地 好像要找个地洞钻进去 突然,另外一位女生笑呵呵地说 走,一起去旁边的超市逛逛 于是,没等他作声 大家便不约而同地拉着他往超市方向走去 高中三年,大家默默地守护着他脆弱的自尊心 没有人戳穿他的谎言 几年后的同学聚会叹进学生时代的往事 他特别感激同学们守护他的自尊 他倍感温暖 看破不说破 不言人私是一种善良 也是为人处事的智慧 守口如瓶,顾及别人的感受 彼此才能其乐融融 海明威曾说 我们花了两年学会说话 却要花上六十年来学会闭嘴 很多时候 与其诚意识的口舌之快 让对方难堪 不如装作不知道事是什么 有些事心知肚明即可 不必把话说尽 至而不言 言出有耻 是做人的最高修为 二 不把事做绝 红楼梦中 王熙凤的丫鬟平二善解人意 做事讲究分寸 人称大官员的总钥匙 有此 王夫人的房中的玫瑰鹿丢了 王熙凤便令 林之孝家的调查此事 调查中 有人检举柳家五儿 心计可疑 林之孝家的 就命人搜查厨房 恰好搜出了一瓶玫瑰鹿 于是 大家便认定五儿就是偷盗者 并把他关押起来 等待王熙凤发落 后来 一来二去 这个案子便交给了平二处理 平二觉得蹊跷 便暗中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 经调查发现 五儿是被冤枉的 他手中的玫瑰鹿 是方官所责 而真正偷盗者是彩云 但他是受赵爱娘的唆使 偷拿了王夫人的玫瑰鹿 平二考虑再三 若追究赵爱娘的罪 必定会伤及到赵爱娘的女儿 坦春的脸面 平二便和向来脸乡西域的宝玉 上一对策 由他来背过 既对外宣称 宝玉是偷盗者 但是不能让真正的偷盗者 逍遥返外 于是平二叫来彩云 当着内部人的面 对着他说 你干的那些事大家都知道 为了大局着想 才有意地把事情压下来 所以将错就错 找来宝玉做冤打头 希望知错能改 若再有下次 定严惩不淡 平二处理这件事件 迟度拿捏得恰到好处 既顾全了探春和赵爱娘的颜面 又还了柳家五儿的清白 还巧妙地警告了彩云 其半身能力 可见一斑 平二为人处事 能顾全大局 懂得给别人台阶下 处处留淤地 也是给自己留后路 后来大官员没落 陷入困境的平二 受到众人的帮助 做事给别人留后路 能给自己积攒一点福气 人生的道路 也会越走越宽 俗话说 水至清则无雨 人至茶则无土 凡事行之有度 过游不挤 事不作绝 今日给他人住桥 他而遇到风雨 别人会为你撑伞 给别人留体面 也是为自己 积善缘 三 做人济满 万事求缺 书中看过这样的一则 禅宗故事 感触颇深 有一个小虾米 不分昼夜的 打坐 念经 自认为是最用功 参禅的人 但迟迟没有开悟 他百思不得其解 便醒叫禅师 为自己支点迷津 禅师听后 拿出一个葫芦 和一把盐 对小沙米说 你把葫芦 装满水 再把盐倒进去 让盐立刻溶化 沙米立马遵照 残师的指示去做 没过多久 他又回来了 吹都丧气地说 我把盐装进葫芦 可一直换不了 葫芦口太小 水油太满 筷子伸进去 也搅不动 禅师笑而不语 拿过小沙米 手中的葫芦 倒掉一点水 然后轻咬几下 盐慢慢溶化了 小沙米 还是迷惑不解 禅师便解释到 你整日用功 不留一点空闲 就好比装满水的葫芦 脚不动摇不了 如何开污呢 此时 小沙米恍然大悟 给自己几分余地 留有灵悟的空间 是污道之本 凡事不求圆满 但求八分就很好 求一点缺陷 懂得适可而止 是知足常乐的人生智慧 菜根坛中有盐 花看半开 酒饮微醺 此中大有佳趣 花朵 半开之时 爽花最美 酒喝半醉之时 感觉最佳 人生不求满 将满未满 才是人生的圆满之道 四 给人生留一个缺口 曾看过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 感受颇深 有位青年 时时都喜欢这些完美 但又因做不到 而时常焦虑不堪 因此 他得替向一位 德高望重的老禅师求教 老禅师并未言语 而是让他拎着两个水桶 去河边打水 青年满心疑惑 这两个水桶 都是有缺口的 怎么能拎满一桶水呢 禅师微笑着说 你只管拎着他去 但请记得 留意 道路两旁 他尽力地将两个水桶 打得满满的 可奈何还是一路走 一路漏 眼看着桶里的水 越来越少 青年感到十分懊恼 突然 他想起了老禅师的话 青年猛地抬起头 眼前的景象 让他惊呆了 道路两旁盛开着一簇簇 焦艳欲滴的花朵 时而几只蝴蝶翩翩起舞 在阳光的照耀下 更显五彩斑斓 让人看了心旷神秘 再低头看看那两个破水桶 原来从缺口处 潺潺流出的水 恰好灌溉了路边的花朵 青年恍然大悟 完整的水桶 未必是最好的 有缺口的水桶 也未必百无一用 《道德经》中写道 大乘若缺 岂永不必 世间最完美的东西 也有残缺 但正是因为如此 才会永不衰竭 人生也是如此 说话做事留个缺口 给自己和他人留有 转环的空隙 方可进退自如 圣机必衰 人生求缺不求满 不把话说尽 懂沉默 给人留颜面 不把事做绝 知事故 给己 留余地 给人生留一个缺口 不太满的人生 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最后 愿我们经过岁月的洗礼 领悟不苛求 圆满的智慧 享受刚刚好的人生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